大家好,我是珊姆 我們今天來分享關於分腿蹲動作,兩個我看到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有學生在做分腿蹲的時候,後腳會這樣 所以他在做分腿蹲的時候,後面膝蓋會不舒服 我折的角度會比較奇怪 那我一般會建議 不是腳跟往後踩,要腳尖稍微踮起來,像這樣子 用後腳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去做你的分腿蹲 而不是在這個情況下去做分腿蹲 如果你腳跟往後踩,要往下蹲的時候,你會發現 後面角度怪怪的,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轉正面 我們在做分腿蹲的時候,盡量兩個腳尖都朝前 那有的學生會這樣做,他外面會開掉 所以在做分腿蹲的時候 他小腿跟腳踏的角度不一樣 往下蹲的時候,腳踏會不舒服 所以這個是我兩個看見的情況,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